想爱同结,爱不能理,为同想尘爱,同想就是我想你,你想我,我多么的想念你,你又多么的想念我,两个宝贝自己看,就是这样,想来想去,纠缠不清尘爱,乃为绝福之一,可以过,有想爱寄生,如焦士气,不能舍离,所以生结生缘。 你会转世投胎,就是如焦士气,所以我告诉你在佛教,佛经里面讲的,就是夫妻太恩爱的,不好修行,太恩爱的,是在爱到死气活来的,然后我希望下辈子再嫁给你,我希望下辈子再娶你的,那就很难,很难解脱生死了,因为太爱对方了,太爱对方了。 有的人爱到实在是,他这个心生老到额头上都有星星了,上将也没有长那么多,那女孩子八十八九十岁了,哇,脸上都是地图,一看台湾,台湾海峡都在这里,都可以找得到,脸上都是地图, 不斑嘛,还是很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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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这众生啊,不学佛很难。 所以生结生年,这都世间的父母只是呢,地带相生不断,是等于欲贪为本,欲贪即使受生时之想爱,因同享则成爱,因爱则生欲,因欲则受生,所以罪,这就就是重点。 因为有男女的欲望,你就一定去受生,转世啊,你逃不掉。 所以贪着于男女,换句话说,你下辈子一定会来投胎,所以,学佛的人,要把这个男女的欲,看淡一点,看你的时间跟空间。 如果你有家庭,那就要,你要衡量一下,比较不会啊,变成啊,怨偶,是吧? 举世之人皆然。